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6号表示 全美已累计报告109例不明病因儿童急性肝炎病例 其中5名患者死亡 截至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儿童肝炎病例与感染新冠肺炎或接种新冠疫苗有关 美疾控中心公布的信息显示 这些不明病因儿童肝炎病例来自全美25个州或地区 其中超过90%的患者住院治疗 有14%的患者接受了肝移植 超过半数患者存在腺病毒感染 美疾控中心与各州卫生部门正在对这些病例进行调查 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这些病例的原因 以及这些病例之间是否存在联系 日本厚生劳动省6号通报说 自4月29号以来 日本新增4例不明病因的儿童急性肝炎病例 累计病例数7例 患者均不满16岁 其中一人腺病毒检测呈阳性 一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近期全球多国报告了不明病因儿童肝炎病例 一些病例接受了肝移植 研究表明 亲洗手等常用卫生措施 有助预防感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